说起,费玉清相信很多的网友一定十分熟悉,凭借一曲异见没火遍大江南北。 在他沉寂了几年后,又凭借和周杰伦的经历之外再次走红,也是深受听众喜爱。 但是大家也挺好奇,费玉清已是年过花甲的年龄了,但是他还是一只单身艺人并没有结婚。 其实,费玉清一直也并不是孤单艺人,他曾经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情感经历。 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,是台湾非常出名的歌手,获得了不少奖项。 那个时候费玉清的歌曲也是风头震火之际,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一剪梅。 而现在一剪梅这首歌也丝毫没有被人遗忘,费玉清有很多狼狼上口的歌曲作品。 然而消息刚刚刚刚传出来的之后,女子家人就表示,强烈反对真门亲事。 并且因女方父母提出要求,费玉清选择了放弃。 那段非常美好的回忆,她一直都没有对其他女孩有过感情。 中间费玉清已经年过花甲了,但是在节目上她依然是保养得很好,心态也很年轻。 但是,毕竟以后还是需要有人陪伴的。 费玉清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,是我们台湾的歌手江慧。 江慧和费玉清都没有结婚,并且两人都曾经表示,对方都是更好的伴侣。 如果将来两人都没有结婚,那就约定相伴。 看来费叔叔虽然没有结婚,但是已经找了自己的归宿了。 希望费叔叔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心态,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。 。